有风剧场 冰蓝 你终于回来了 近日 洛氏集团总裁 洛叶秋一家四口意外死于车祸 长姐洛竹青难以承受打击 心脏病突发零逝 在海外求学的洛小姐 成为洛氏唯一继承人 爸 蓝蓝 爸 你怎么回来了你啊 妈和舅舅出事 我怎么能不回来 洛氏现在陷入重大危机 你现在回来 不是成为众矢之地吗 爸 你放心 我一定会守住洛氏 守住妈和舅舅的心血 蓝蓝你还小 商场上的事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明天还是回国外 好好读书去 家里的事情 交给我 可是 蓝蓝 我已经失去你妈妈了 不能再失去你 听爸爸的 你现在是洛氏最大的股东 控制股权的公章 可一定要收好 公章被我藏得很好 应该没事 这是妈妈一身的心血 我一定要保护好她 怪不得没找着 原来在这儿啊 你是谁 我 当然是洛氏集团 未来的女主人哦 放开我 放开我 你 冰蓝 爸 快拦住她 红杖在她手上 我还是如烟有办法 妈 你们 好啊 七家生 我妈尸骨未寒 你就勾搭别的女人 想要侵托洛家的财产 你对得起洛家 对得起我妈妈 还以为自己是洛家大小姐呢 有了公章 洛冰蓝对我们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用了 干脆直接除掉她 省得她坏了我们的好事 怎么 心软了 你可别忘了 她可姓洛 是不是你的肘 还不一定我 季家生 你只不过是一个 司机上位的罪婿 在洛家人眼里 你只不过是条金花的狗啊 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以后整个洛氏集团 都是我的 看谁还敢看不起我 找个地方先把她关起来 过两天再除掉她 免得引起人怀疑 七家生 连自己女儿都下手 你还是人吗 这活还挺不错 这么死了可惜了 对不对 剥了那么多药 你还挺有劲 你是不是想下去为你 会你之前 玩一玩 玩一玩 痾痾痾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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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啊 洛宾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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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年不见 还是让我这么操心 呃 小骗子 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波子 瑜伽的人来了 应该也是来救洛小姐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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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自己不成 那当然 要不然岂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冲自己是洛小姐吗 小赵 小赵是我妈生前在公司的下属 她的身份一查便知 她说的话 大家总能相信了吧 我证明 这位呢 的确就是洛小姐 你们都是洛氏的员工 有人见过这个小赵吗 没见过 这人好像不是我们公司的 就是 从来没见过 我说他们是假冒 保安 把他们扔出去 怎么办 小姐 他们一定是被收买了 柳如烟 明明就是你绑架的我 你少血口喷人 保安 把他们扔出去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叶叔叔 您怎么来了 冰兰 叶叔叔 还好你没事 不然我真不知道 怎么跟你母亲交代 你 河妈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姐 夫人生前曾交代我 如果她遭遇不幸 务必要来求于家家主 护着小姐 昨天 就是于先生的人救了你 孩子 放心吧 明兰 你母亲将你托付给我 我就一定会护着你的 哟 哪来的糟老头子 看这架势 不会是你的老乡好吗 这位是于家家族 什么 于家 洛川首富于家 于家家主 盘少在公开场合露过面 这可是重大新闻 既然都没有见过 那要谁能证明 这个老头就是于家家主 要我看 他们俩就是一对骗人 把他捧出去 喂 给你们五分钟时间 立刻赶到洛志集团 知道了 好的 黄正总 黄正总 是余燕翼 余氏集团的现任董事长 拼一己之力在余氏集团的版图扩张到全球 我们报社预约的专访都派到一年后了 余燕翔 我余燕的天才医生 被称为能够活死人肉白骨的存在 人称外号上帝之手 看起来好温柔 还有余燕青 全国武术冠军 各类奖项拿到手软 又有名品倒三角的称号 那最后这位一定就是余家第四子 余燕幼 虽然不如三位哥哥 但是一样继承了优秀的外貌基因 这么说来 这个老头竟然真的是余家家主子 不行不行 余燕 这就是你的几位哥哥 大哥 二哥 三哥 颜悠 没想到我们再见面 会是这样的场景 四哥 你们好 现在 还有人怀疑洛小姐的身份吗 您猜了 趁着各位媒体都在 郑哈山诸位宣布一件事情 我余正渊 今天 正式认 洛冰兰为干女儿 如果 谁再敢欺负洛小姐 那就是给我 余家为敌 洛小姐 这是余先生让我给您准备的礼物 余叔叔已经对我很好了 这些礼物我不能收 这穿钥匙 好特别啊 这是陈北庄园的钥匙 余先生说送给您度假用 看来洛小姐很适应在余家的生活 这就是你来余家的目的吗 大哥 二哥 三哥 父亲当住着你没干女儿 为什么 还说不是为了我们家的财产 我不是为了你们家的钱 我只是 现在没有地方可去 等我都会落实 我就离开你们家 绝不给你们添麻烦 洛小姐 父亲的决定我们无权干涉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也不管你对这个家想要做什么 但是我劝你不要做对这个家不利的事情 否则 要是伤害我的家人 我的全都可不是吃素的 我可没有从来不打你们的规矩 走吧 阎晨 洛小姐 大哥和三弟没有恶意 不必往心里去 没关系 我能理解 这是我的名片 需要什么 随时找我 谢谢二哥 看来 这里并不欢迎我 我又该怎么面对阎佑呢 阎 四哥 就是我 你就这么喜欢认哥哥 四哥 别这样 叫我什么 厌佑哥 当初为什么不够二别 对不起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 厌佑哥哥 对不起 十五年前的事 我会给你解释的 看来要赶紧夺回落室 离开遇见 骆冰岚可真是命好啊 瑜伽可是落川第一大手 瑜正约怎么会认他做干爹 你这还没死呢 他就认别人做干爹 这不是打你脸吗 这个八眼狼跟他妈一样 永远眼里没有我 我早就说了 就应该早点送他去见 骆青竹 我告诉你 现在开始 绝对不会再希望了 骆青竹 行政部门说 连着工还没有工章 他们那边不认可 我的工章在机家圣呢 可纪总将所有的工章都放在身上 而且还不肯交出来 去找几个人给我抢回来 这 骆总 现在吧 没有人敢得罪纪总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落室唯一的继承人 去报纸上发表声明 宣布机家圣手上的工章无效 明白 骆总 兵兰 于叔叔 三哥 哎呀 怎么还叫叔叔啊 干爹 哎 这不就对了 兵兰 现在 落室负债严重 必须得把积押的所有商品清理出去 我已经让于氏旗下所有的商超 给你增加了柜子 这是合同 你看一下 这样下来 罗氏旧有救了 嗯 谢谢干爹 那个季家圣害过你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这段时间你出门 带着你三哥 让他给你当保镖 爸 不给他当保镖 他什么东西我给他 怎么 不愿意 不 愿意 愿意 跟干爹去吃午饭 来 谁去 季总 那边有行动了 骆小姐打算发布声明 让我们手上的公章失效 现在正跟于总商量合作事宜 落实绑上于氏 想起死回生 我让他们一步活不了 是 回来 嗯 嗯 小姐 哎小姐 你醒了 看爹 哎哎小姐 哎哎小姐 哎啊 哎哎呀 你醒了 啊 干爹 起开 小姐 大哥 你别冲动 这事跟冰冷没关系啊 没关系 现在父亲还在中原防征 老子还在技术室抢救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3D手术中失血严重 医院没有RH阴性血了 现在情况十分危急 我已经联系了血库 掉了血浆过来 大哥 你安排直升机去接一下 嗯 去 臭我的 我是RH阴性血 好 血浆越多越好 带陆小姐去抽血 我也是RH阴性血 我也去 嗯 不行大哥 实习血情不能出血 一旦引起病发症 死亡率极高 什么 那小姐 小姐她不能给三少爷输血 什么意思啊何妈 这个秘密 我已经替洛夫人守了二十多年了 洛小姐她 是于先生的亲生女儿 二十一年前 于先生的妻子就是少爷们的亲生母亲 去世已经三年 于先生和洛夫人互生情感 准备结婚 却因为当年洛氏集团陷入危机 被老夫人极力阻止 当他们分开后 夫人发现她已经怀孕了 于是被嫁给了当年还是四季的鸡家生折宠 后来 夫人就生下了洛小姐 我发誓 我说的都是真话 如果不是怕害死三少爷 我到死都不会说出来 难怪父亲要吉利的承诺收下她作为女儿 也许她早就知道了 早了 等一下 这袋血浆不能用 拿去帮我做一份亲子鉴定 嗯 亲子鉴定 什么意思 我怀疑你 你是我们的亲妹妹 啊 这 会不会是搞错了 来 好 怎么样了 我拿冰岚的血样和父亲的头发做了鉴定 嗯 相识度 99.9% 冰岚是我们的亲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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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累了 嗯 小妹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现在身体很虚弱 又抽了这么多血 需要好好休息 嗯 没事 冰岚 冰岚 小妹 冰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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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和妈在这陪我就好 我安排了保镖在门口守着 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谢谢大哥 我安排了营养师秦洛 他待会儿再过来 想吃什么就告诉他 吃那个一小时三十万 国际顶级的秦洛 三十万 哥哥 这太浪费了 我不需要 让他给你好好调理调理 你是我们唯一的妹妹了 什么浪不浪费的 以前哥哥们对你不好 都给你补回来 谢谢二哥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好好休息 嗯 怪不得母亲 不让我跟于佳人在一起 原来我跟颜佑哥哥 情人是清雄 对呀 对呀 这儿真是个风水宝地啊 这老鱼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啊 你来做什么 老鱼收了你当干女儿 我来送送女儿的干爹一成不行吗 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你 来了 你怎么老是对父亲这样的态度啊 看来这位就是洛冰兰洛写的吧 这位是沈氏集团的 你这什么意思 这是沈氏集团的沈总 这就是你们瑜伽的代课之道吗 不以类聚人以群分 能和你这种人待在一起 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怎么说话呢 季总 你应该也不想明天 少废文偷调吧 嗯 算了算了 按在我的面子上 大家都破退 尤其在这个上 你哪来的面子是我的主啊 沈总来了 小辈们说话没分寸 做长辈的不会在意吧 嗯 当然 你怎么能这么对沈总说话 陶万一 看他不爽 就算是再不爽 也不要被看出来呀 知人知面不知心 知道了吗 大科 小一点 把沈总是最近的单子抢过来 我看他不顺眼 哥哥们早 嗯 小妹啊 来 之前呢 父亲一直在帮助落实 推广落实的产品 现在虽然父亲不在了 但是还有我们在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助你 夺回落实 谢谢大哥 之前因为车祸耽误了时间 这两天我马上回公司 发表通告 几家圣手里的公章无效 对了大哥 你帮我看看 我这份声明 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这件小事 哪有你来操心啊 小妹 这是你让我帮你找的药 真的有这种药啊 它真的可以驱散蚊虫 蟑螂吗 嗯 以后你身边 就不会有那些恶心的小虫子了 二哥真厉害 小妹 一会儿哥 陪你一起去公司 以后哥就当你的专制保镖 怎么样 谢谢三哥 你怎么不说 三哥真厉害呀 三哥真厉害 嘿嘿嘿嘿嘿 哎老四 上哪儿去啊 一会儿陪我送小妹去公司啊 我没空 你有什么事啊 啊 我 闲得无聊找个班上 哦 自从小妹进了咱家 这老四有点不对劲啊 完了 要穿包 二哥 嗯 你抽空给他看看 老四是心病 我可看不了 你说我该以什么身份 跟他相处呢 啊 波子 用什么身份 是南宾集团的创始人 还是全球排行榜第一的黑客 我看呢 还是总裁的身份 更能压倒其他三位少爷 能成为洛小姐心目中 最厉害的哥哥 哥 你话太密了 扣你两个月 不说不说了 对了 波子 制造车祸的人有线索 经过视频数据分析 这次车祸的肇事者 跟洛小姐舅舅所遭遇的那场车祸极为相似 大概率是同一个人之手 几下胜的人 八九不离世 给我继续好好查 冰岩小姐 半岛机家舱会用得到 是 洛小姐 四哥真的是你 你怎么在这 我 我刚好路过你们公司 这位是 乔先生 我跟他在学习管理公司的经验 陆小姐 你好 你好 这 这是车祸当天的监控视频吗 不是说被销毁掉了吗 你怎么拿到的 这是乔先生用黑客技术 在石框路段里提取到的 那乔先生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其实 于少也略懂一点 相信于少 不会拒绝自己妹妹的 四哥 可以吗 骆冰岚那个贱人 还真是命大 你什么时候把他赶走 看见他我就晦气 秦总 秦总 小姐带着保镖来公司了 而且 而且什么 快说 季小姐刚刚发布了声明 宣布您手上的公章失效 报道中还说 小姐已与预事签订合同 于是所有仇事都上下了 弱势的牛肉酱 还出去了最新的 食品检验报告 宣称添加记忆事 是被人故意诬陷 真是个牛熟的白眼狼 既然他不忍 那你干脆找人 把新章偷出来 把合同一盖 再来个死不认账 那他不就是 什么办法都没有吗 哎呀 秦总 欢迎欢迎 秦总 真是大度啊 有件事我不明白 秦总 你们全家跟兰兰一块 做车出了车祸 怎么死的只有你父亲啊 你 哎 秦总 我替你这话的意思 是诅咒我没有死 嗯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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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诅咒你呢 没有罪乎 要是让我听说 或者是从别人那里知道 有人欺负我什么 我这全都可不是吃素的 嗯 不会 都是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 秦总啊 有闲心在这挑拨离间 你不如多担心一下 如何保证你在落实的五分吧 小妹 我们走 哎 于总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 嗯 兰兰 过去都是柳如烟 那个女人挑拨 我才干出那种事 放心往后啊 爸爸不会了 你不会再受伤害了 我这都给你安排了个保镖 以后就由她来保证你的安全 嗯 小姐好 由我落川第一五就高总 我小妹的安慰 有我保 你当我是死的 嗯 你当我是死的 三哥 既然是她的一番心意 就留下她吧 小白 再怎么说 她也是我的父亲 现在已经知道悔改 怎么不至于再害我 你说呢 那是 那是 这个呢 是公司的新公章 给您放在办公室了 好的 说好 好 陆总 我去她卫生间 嗯 四哥准备好 羽儿养钩了 是 记住 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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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这句话该我问你了 是你想干什么 我什么都没干 我没干什么 这叫没干什么 私盖通招转卖公司 跟我没关系 不是我的事 他说有什么东西给我看 叫我过来了 你们俩还是去警局交代吧 朗朗 我是你父亲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没有你这种 无情无义又无难的父亲 我母亲和舅舅的死 是不是你干的 洛氏集团食品问题 是不是你干的 我是洛氏集团董事长 我怎么干那样的事呢 这不是我干的 杰家生 到这种时候 你还不承认是吗 我承认什么 你们非要这么说 那你得拿出证据来 证据在哪 耍我是吧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这是违法的 我告诉你们 我要报警 我要告你们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干的 你要是再不承认呢 三哥 把他眼睛挖了 别别别别 我说我说我说 洛氏集团 往里面添加食品添加剂的事情 是我干的 那是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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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 你舅舅和你母亲的死 真的是个意外 那不是我 我说过 没有人可以欺负宾兰兰 我才怎样 虽然现在只有机家上出卖落实的证据 但也总算把它送进去了 回头接到证据 我们慢慢收集吧 小麦 多亏了三哥 有没有被我的 霸气侧漏 所折服 今天 确实多谢了两位哥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敢谢了 那我就以差代酒 进二位哥哥 说好说 毕竟咱们关系在这排着 这叫什么 上阵父子兵 打火亲兄妹 是吧老四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干嘛老四 菜没上去呢 我去看看怎么了 饿吗你们 宋哥 如果不是这次你帮我 可能就见不到人家了 那是 你知道 把那证据销毁 我找了多少人 要不然现在你就进去了 踩锋刃机呢 哎呀 如药 那你打算 怎么谢我 行行 哥哥一定好好疼你啊 来 把酒袋上 再喝两杯 喝痛快了 哎呀 如药 陆冰蓝 他怎么会在这 哎 如药 哎 如药 哥跟你说个正事啊 嗯 什么时候找个地方 办点正事 啊 好啊 什么呀 这不会毒药吧 哈哈哈哈 你真会开玩笑 我那个 如药 我先上去 好吗 好 尽快 啊 陆冰蓝 这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你怎么好像听到冰蓝的声音 看来是喝多了 记得把监控毁掉 剩下的 你知道该怎么做 嗯 好 骆冰蓝 你就等着好好享受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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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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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来我夜风不浅呀 哈哈哈哈 小妹妹 长得挺漂亮啊 哎 陪哥好好玩玩啊 放开我 一定让你好好享受享受啊 哈哈哈哈 等着我啊 哈哈 哎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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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三哥 小妹跟你在一块吗 小妹早就走了 不是去找你了吗 怎么了 小妹可能出事了 我们分头找 好 别了 你千万不要有事 嘿嘿 哈哈 哈哈 呃 嗯 哎 呃 嗯 嗯 碧蓝 碧蓝 你怎么样 我烧好的 没事 马上就倒下了 开快点 是 就算不能在一起 我也会一辈子保护你 前辈怎么样 走吧 好了 走 阿哥 小梅伤怎么样 还有别的伤吗 除了瑜伽和手上的伤口之外 就是被灌了太多久了 需要好好休息几天 先送了这个狗子 我现在就弄死他 老三 老三 别把小梅吵醒了 新送了到底有没有说怎么回事 身影机没了 服用了过量的药物 就算没被小梅杂瘀 也活不过今晚 监控故障也不可能是巧合 可能是有人故意设计 最好别让我们查到是谁在背后高贵 要不然我一定让他后悔 我在这个试试 不管怎么说 这次没看好香味 就是我们的试试 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四哥怎么最近每次回来都给我带巧克力啊 我今天穿体重 胖了两斤 多吃点 行啊老四 原来跟我打的是一样的主意啊 什么意思啊 他想把小梅喂成一个五百斤的大胖子 到时候嫁不出去 就可以一直留下来 来 前面 吃 反正个额样的气 好啊 到时候胖成猪 我们看看是红烧好吃 还是爆炒好吃 你们这样当着猪的面 讨论是红烧好吃 还是爆炒好吃 讨论过猪的感受 那不如 烤了吃 烤了吃 又再胡闹 这么多吃的给我当 给你带 我不要 其实 哥哥们这么忙 不用早下班回来陪我的 我不忙 说正常 三天后 南兵集团有个二十亿的项目要办招商会 这对落实来说 是非常好的机会 是传说中的南兵集团吗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三天后是小妹的招商会 大哥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 我找人把他订制了高定礼服 小妹第一次以洛氏集团总裁的身份 参加招商会 一定不能让他落了气势 不过这顶级设计师卡尔的服装料 一个月后才能做 对小妹来说来不及了 那二哥呢 我帮小妹订到了鞋子 我和大哥一样 没有订到设计师美龄的 我也要 没有帮小妹订到顶级珠宝设计师的做法 都怪这个南兵集团 时间订了这么赶 让小妹第一次的完美亮相 有那么一丢丢的瑕疵 老子 你也准备了什么 我 我也没想好 忙着 忙着 闲哪 喂小乔 你把我之前给冰兰准备的东西 送到瑜伽来 记住了 就说大哥他们领的 好 小姐 醒醒 该起来了 河妈 小姐 今天有个招商会 大少爷请的造型师已经来了 河妈 你怎么不早点叫我 是大少爷说你这段时间需要好好休养 让你多睡一会 哎呀 这些都是四位少爷让人准备的 这也太夸张了吧 洛小姐 您好 我是造型师Kiki 少鱼少所托 负责您今天的造型 小姐 这些都是大少爷送来的 这些是二少爷让人送来的 还有这些是三少爷准备的 罗小姐 现在可以为您做造型了吧 Kiki 嗯 啊 就是那个顶级豪门 花钱都请不到的造型师 哥哥是怎么轻动他的 天呐 哥哥们对我也太好了吧 波子 这可是二十亿的大项目 你还不如直接公开身份 亲手交给洛小姐 上次在会所 对冰岚下手的人 我怀疑这家圣背后还有事 我们不能打草惊蛇 抬头 挺胸 追屁股 你现在是乔总 是 乔总 请 路线还挺快啊 哇 真漂亮 哇 真漂亮 真漂亮 讲理 不是啊 你见过呀 走吧 去看看 你这衣服好好看呢 这是定制的吧 选的限量的吧 那是 我这衣服 哇 这衣服真好看 路冰岚 上次又被你逃过一级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你这件裙子真好看 是在哪买的呀 是我的哥哥找设计师卡尔定制的 什么 全球顶级设计师卡尔 听说卡尔设计的衣服 都是全球多一万的 十分昂贵呢 一件礼服 起码得一千万 怪不得这么好看的 一千万呢 一件一千万 这么贵的衣服 他可见一次订了十件给我 也太浪费了吧 哟 这不是路冰岚吗 怎么 洛家都快破产了 你还出来凑热呢 穿一身高仿出来 糊弄谁呢 啊 什么 居然是高仿啊 家里都破产了 还出来丢人现眼 就是 刘如烟 我今天来还是有正事的 没空跟你废话 正事 今天这里是南兵集团的招烧会 你不会以为 南兵项目你拿下了吧 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 嘿嘿 各位可能还不知道吧 这位洛小姐 可是已经任别人做干爹了 而且亲手把自己的亲生父亲送进了监狱 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来到这里 简直是拉低签约会的道次 你怎么这么大 你怎么怎么接触人来 听到了吗 洛宾来 这里不欢迎你 保安 还不给他赶出去 还愣着干什么 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南兵总裁的女人 不可能吧 哼 反正那位神秘总裁神出北眸的 也没人见过 愣着干什么 快动手啊 在哪人了 你们敢 我可是南兵负责人 亲自邀请来 这签字是真的 就算你有擎铁 又能怎么样 这个擎铁 还不知道是不是落冰岚 靠睡出来的 还真是心脏的人 看什么都脏了 有如烟 我可跟你的爱好不一样 我 尤其不爱勾搭了 你就这是什么人 你就敢打我 什么情况 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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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南兵的负责人就姓乔 乔先生 他们欺负人家 你要替我做主啊 敢在南兵闹事 来人 把他给我丢出去 听到了吗 丢出去 我说的是你 柳小姐 乔先生 你放开我 乔先生 是你 骆小姐 对了 刚刚谢谢乔先生 还有 乔先生 你也是来参加招商会的吗 没错 骆小姐 请自便 我还有事 先适配了 哼 小妹 抱歉 刚才打了个电话 我刚才看到 柳如燕也在 没有欺负你吗 没事 他已经被乔先生 扔出去了 乔先生 南兵的负责人 什么 原来乔先生 来头这么大 怪不得四哥 要跟着他学习呢 感谢各位来宾 来参加南兵集团的招商会 经过综合考虑 我们决定 与洛氏 洛宾兰兰小姐合作 大哥 是我 是我的呀 小妹这么厉害 当然选你了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声明 我们公司的总裁 至今单身 恭喜洛小姐 感谢乔先生 没想到 你就是南兵的负责人 我们的人将会在明天 和洛氏集团签约 乔先生 洛氏现在身败名裂 负债累累 恐怕难以胜任吗 不如考虑一下 和我们王家合作 没错 这可是二十亿的项目 如果南兵选择的人 得不配位 恐怕难以服众啊 各位不用担心 洛小姐是我的妹妹 我们于江 自会鼎力相助的 洛小姐 找靠山的本事倒是不小 就是不知道 工作能力怎么样 看来我是来晚了呀 沈总 王老板 真是没有想到 南兵竟然选择了洛氏 乔先生 您就算不考虑我们 也应该优先考虑 和沈先生的大公司合作 才对呀 不必了 选择洛氏 是综合考虑 南兵 以后可不要后悔才好 哎 王老板 嗯 要这样讲吗 做生意嘛 讲究和气生财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 后生可畏呀 既然沈总发话 我们还是要给些面子吧 恭喜洛小姐 多谢沈总出手相助 我跟小妹先走一步 我很期待洛小姐的表现呢 走 干爹 今天洛冰岚那个贱人 还有心巧的当众羞辱我 你一定要替我出了这口恶气啊 跪下 谁允许你 自作主张 结尾声 知道 我错了 干爹 洛冰岚那个贱人 拿下洛氏的计划 被他搅和黄了就算了 南兵二十亿的大单 分明是我们洗白产业最好的机会 现在也被他抢走了 他们明天签约 想得美 我不会让他们那么容易的 听干爹这意思 您是打算亲自出马吗 想拿我沈阴生的东西 我让他们有命呢 小妹 明天签约的材料准备好了吗 大哥 我都准备好了 对了 那些礼服需要还回去吗 那些礼服都是给你的啊 为什么要还 大哥 那些礼服都太贵了 我听说一件都要好几千万 好几千万 担心钱的问题啊 看来你不适合瑜伽的生活 小妹 哥哥们赚钱就是给你花的 你这是在质疑我们的能力 没错 小妹 从明天开始 三哥就教你怎么好好花钱 以后咱们买东西 只买最古 不买最好的 哥哥们 原来你们是这么想的呀 当然了 以前啊 是我们几个疏忽了 以后要给你定一个花钱指标了 这每个月卡里的钱花不完 我别回来了 糟了糟了 怎么睡过头了 得赶紧出门 小姐 少爷们交代了 让您挑选一辆符合身份的车 接送您上下班 这是家里目前所有的车 请您过目 跳的便宜了 又要被哥哥们唠叨 就 就保时捷吧 是 司机还没到吗 小姐 您挑的保时捷家里没有 我已经打电话给4S店的人 让人送过来了 马上就到 小姐 家里真的没有这么便宜的车 洛小姐 我的包 光张 快报警 嗯 喂 喂 包子 洛小姐被绑架了 这是哪 我被绑架了 我知道哥哥们 能不能找到这里 洛冰兰 你有今天 洛冰 啊 干爹 干爹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他 恐惧的表情了 这件事你不要再插手办 我会亲自解决 是鱼言又吗 是 来得正好 也是时候是想第二个计划了 币兰兰 怎么样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有没有伤到哪儿 伤嘴了 我没事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 我定位了你的手机 这本人发现 我们赶紧走吧 好 不错啊 不错 原来这么快就找到这儿了 你是什么人 你想要什么 我想跟你做笔交易 一个脸都不敢露一下 凭什么跟我做交易 因为我知道你一个秘密 来 少在这儿故弄玄虚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知道你身语真相的人 你可知道你亲生父亲世人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我知道你的亲生父亲是谁 想知道的 就必须跟我跟我交易 什么交易 杀了他 想都别想 看来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喂大哥 别乱找到了 人没事 回去再说吧 四哥 那群戴口罩的人会是谁啊 要么他 有一定社会地位 要么说明我们认识 那他为什么说你父亲里有情人 他说的会是真的吗 洛小姐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谢谢医生 我都说了没有受伤 还要带我来检查 医生 结果出来了吗 DNA检测比较复杂 至少要明天才能出结果 好 出来请立即告诉我 好 原来是为了偷偷跑来做DNA检测 走吧 心天好快 奇怪 我这是怎么了 我好像脚崴了 我送你去看医生 以前怎么没发现 死我找你还挺好看的 我在想想什么 我可以自己去的 别动 奇怪 心跳得好快 大哥 二哥 小梅 你没事吧 他脚崴了 二哥这就找骨科医生来 别 我只是脚崴了 刚刚我们这不是因为去医院包扎才回来晚了吗 你先说过两天就好了 那就好 对了 饮食也要注意 上次给你找那个营养师 怎么样 我现在就把它 别 你说的那个情络 它太贵了 一小时要三十万 我不需要 小梅 都跟你说过了 钱的事情不要在心 别人没有的你要有 别人有的 你就要有更好的 对了小梅 这个是南兵集团的合作书 你拿好 另外 我准备了一个二十页的项目 就跟落实集团合作 算是给小梅的 牙经理 你这哪是牙经理 你这是镇经理 我本来 是想给你买猪管哄哄你的 但是又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所以 我在南非给你买了一座钻石矿 算石矿呀 小梅 我最近把那个方浪喷雾 给你研究了一下 我告诉你 兄弟 你别研究了好不好 忘了你喷你自己眼里 躺了三天啊 这也太幸福了吧 老大我告诉你 我这个黄狼铺 我这个绝对脸乱了 大哥你听我说 哎小梅 不要 我真的说 不要 真的是绝对 我心灵了 你先走 走 我告诉你 那个东西现在绝对脸了 你别听咱俩下说 干爹 鱼颜柚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跟我说说嘛 哎呀 说说嘛 鱼嘴 哪那么多废话 管好你的嘴 哼 哎呦 以后 不要来见我 我们是陌生人 记住了 哼 为什么干爹 一提到语言 幼时就这么反常 到现在还放着我 那我就自己查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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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个礼物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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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项链 我给你戴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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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车我先拿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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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是你救的我 你还不算太傻吗 这个项链里边我装了定位器 你要是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把项链拽下来 然后我手机上面 就会有显示警报出来 你记住啊 千万不能拽 能一直待着 嗯 睡吧 我在这陪着你 等你睡着我再走 嗯 冰兰兰 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 只把你当作亲妹妹看待 如果谋面人说的是真的 呃 你这儿有根头发 四哥 嗯 你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呃 等你明天睡醒再说吧 小妹睡了 哦 老四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太过分了 敢把小妹搬家在那个地方 让我查出来是谁干的 你是说 郊区的废弃工厂 嗯 我已经查过了 那家工厂早就倒霉了 他怎么知道那么偏远的地方 他一定对那个地方非常了解 我也这么想的 所以我查了一下那个工厂 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是吗 嗯 嗯 柳如烟 之前我就查过柳如烟 他在这家工厂上过班 但他之前都没来过 所以说 一定是有人帮他隐瞒的身份 所以这次冰蓝被绑架 一定和他有关 只是我们不知道 那个柳密人到底怎么了 我也这么想的 我咽着个箭 干脆直接把他 不行 什么意思 那个柳密人 应该就是柳如烟的被射 现在还不知道他所在背后 究竟是什么目的 在没查清楚之前 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哦 对了 那个柳密人的手上 好像有一个太阳形的纹身 我之前查到过一个叫群光会的 好像跟他们有关系 大哥你有印象吗 不可能 群光会在十九年前就覆灭了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 你先不要吵了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小妹的安全 没错 绝对不能让小妹再受伤了 不管怎么 群光会在十九年前就覆灭了 我们最重要的安全 要我早睡 原来是为了谋划这一切 哥哥们 为我付出这么多 我不能什么都依靠他们 又如烟 玄光会 看来我要自己查一下了 小妹 怎么起这么早 脚好些了吗 过来过来 我的脚都好了 我今天还有事 要先去趟公司 那不行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我竟然开直升机送你 直接停在公司楼上 小妹 我专门训练了一支安保队伍 以后必须让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我 我陪你一起去 哥哥们别激动 多坐下 我呢 是去上班 是不是可以低调一点 小妹 这不是低调不低调的问题 万一你再遇到威胁怎么办 三哥说的对 他从西班出来 你安全最重要 俗话说 这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 我也不能 一直依靠哥哥们 别激动 我的意思是呢 我希望 我能变得更加强大 这样才能保护家人们 我也不想 哥哥们一直为我担心 我保证 我遇到问题 一定第一时间给哥哥打电话 那 我走了 小赵 赵你查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啰嗦 目前呢 只查到群光会是一个十九年前都被消灭的地下组织 其他的什么信息都没有 但通过技术手段呢 查到传媒集团曾经报道过相关的内容 但报道的内容被人为删除了 人为删除 看来是有人想要隐藏信息 那就从这个集团开始查 小赵 帮我去准备一份简历 好的 明白 我跟冰蓝的血液相似度很低 我们不是兄妹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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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 这事是不是要赶快告诉洛小姐 你在教我做事 没有 这月工资涨两万 谢谢老板 这事 别乱说 是 就算网上的报道被删除了 鼎盛传媒的资料库里 一定有纸质信息档案 得想办法找到资料室位置 你的工位在那 王颜姐是怎么部门主管 你有什么不会的 都可以问她 你好 我是新来的员工 我叫洛冰蓝 庄刚蓝 请问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你一个实习生会做什么呀 去 给我泡杯咖啡吧 王颜姐 人家可是海外名校回来的留学生 让她做这些 是不是有点大才小用了呀 一个实习生做事还肯挑三减四的 不然我这主管的位置 让你坐 我倒要看看 你要搞什么飞机 我这就去 王颜姐 我看你咖啡泡得挺好的 干脆去帮办公室里的人都泡一杯吧 好的 什么海外留学生啊 还不得乖乖听话 还是王颜姐厉害 把大家都管理得服服贴贴的 但是 我看这个洛冰蓝 只是表面听话 心里肯定不服气 好敢 给我泡两杯咖啡 小赵 给我订两百杯咖啡 到公司了 好的 骆驼 喝不死 看来 想要到资料库 还蛮费劲的 洛冰蓝 一下我没见人影 你跑哪儿去了 我去给大家泡咖啡了呀 泡个咖啡需要这么久吗 公司的咖啡机坏了 我去买的 我给公司所有员工都买了 好几百杯呢 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的 洛冰蓝 你到底是来上班的吗 一天就跑出去买几杯咖啡 不是王盈姐说 新来的什么都不会 只能泡咖啡吗 洛冰蓝 你少装傻了 我以为 王盈姐是为了锻炼我 难道 王盈姐是为了故意刁难我 搞这场霸凌啊 应该不会吧 你 我下班了 拜拜 洛冰蓝 你给我等着 怎么回来这么晚 公司有点事情 四哥是在等我吗 有个很重要的事 这个是洛川市所有知名企业的资料 你没事可以看看 谢谢四哥 以后不要喊我四哥 小妹咋了 看见我跑什么呀 不 不知道 前辈 前辈 王总 宝贝 你怎么来了 人家这不是想你了吗 我听说 沈氏集团要收购你们的鼎盛传媒 不知道 董事会是怎么考虑的 你问这个干嘛 人家还不是关心你吗 我听说 你父亲王董事长 因为生病 早就不管公司的事了 别忘了 你可有个哥哥 如果不早做打算的话 小心公司就会 入到别人手里 依我看 你不如跟沈氏合作 哎 好了好了 如烟 别说这些不开心的事 怎么办的正事要紧 王总 这可是在办公室嘛 办公室 岂不是更刺激 我仔细想了一下 他敢这么嚣张 没准是背后啊 有人 是吗 难道是关系户 冰岚 昨天的事是个误会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哦 没事 洛冰岚 终是冤家路斩啊 洛冰岚 你怎么在这儿 柳小姐 你认识她 当然了 这位洛小姐 可是倒霉得很 刚一回国 就害得自己公司差点破了产 认了个干爹 干爹就死于车祸 什么 原来是个扫把星啊 说我就算了 不准替我干爹 怎么了 吵什么呢 王总 这个新来的 打了柳小姐 洛冰岚 你敢打王总的女朋友 你死定了 宝贝 别生气 这个洛冰岚 以前老欺负我 今天还敢动手打我 你 现在被开除了 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过来给如言道歉 我凭什么给他道歉 你看他 到现在还嘴硬 一点都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宝贝 在咱们的地盘 还治不了他 保安 王总 把他押过来 跪下给如言道歉 放开我 于言义是我大哥 你们要是敢动我 我怕于氏集团 不放过你们吗 于氏怎么了 难道我鼎盛 还怕了你们不成 就是 于正渊 刚认他做干女儿 就出车祸没了 于姐还指不定 怎么恨他呢 还能帮他 王总 这个洛冰岚 可会装算了 我早看不惯他了 不如 让我来教训他吧 好 谁替我赏他两巴掌 奖金五万块 老子有的是钱 洛冰岚 这是你自找的 是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你们弄他一根手指头试试 你又是哪冒出来的 敢管我的闲事 这是瑜伽四少 是瑜伽最不争气的那一 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因为我 去得罪他们呢 男兵集团都跟我们合作 瑜伽又换弄什么 哦 是吗 怎么了 害怕了 害怕了让洛冰岚那个贱人过来道歉 我高兴了 就放你们一忙 你敢打我 本来我是想放你们一条生路的 但是现在我 十分钟之内 让鼎盛传媒一新闻 妈的 还跟我装上了你 来人 把这女的给我拖过来 糟了糟了 新闻上说五分钟前 鼎盛传媒一新闻造假 被于是强势受够了 什么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女人又怎么可能会做得到 一定是他们制造的假消息 对 一定是假消息 我这就给我哥打电话 老三 闭嘴 哥 被收购的消息 真的假的 是不是那个贱人 放出的假消息 你 马上收收东西 给我滚蛋 今天开始 你所有的银行卡都给我请教 你向着外人是吧 我走 小先生 这么处理 您还满意 王董 南兵收购鼎盛集团送给于家 看的是洛小姐的面子 所以要看洛小姐满不满意 把人带过来 洛小姐我错了 你大人不计小人 给我饶了我吧 把他们拖出去 别脏了冰懒的眼 拖出去 懒人 不用 我们自己走 乔总 还望留给王家 一条活路 你怎么知道 鼎盛集团会被收购啊 我刚来的时候 遇到乔先生了 怪不得 我都被你唬到了 乔先生 谢谢你啊 又欠了你一个人情 洛小姐不用谢我 是我们的老板很欣赏你 这只是他的一点心意 南兵集团的幕后老板 那还请乔先生帮我 转达感谢 嗯 我觉得 哪天当面感谢比较好吧 这样比较有诚意不是 也是啊 于少 洛小姐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没想到绕了这么大一圈 最后居然是光明镇大进来找的 啊 灵兰 嗯 以后千万不能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 好吗 我一直觉得 我母亲和干爹出事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想尽早查出真相 不然我总觉得不踏实 哼 以后不管怎么样 咱们都一起面对 好不好 啊 啊 啊 那个 我们还是尽快找砍吧 请进 大哥 我们查到群光会的创始人是史盈生 而算他入狱的是干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红楼 不是说了不让你们吵吗 你怎么带着小妹一起乱来 不是大哥 小妹被绑架 父亲的事情跟群光会肯定有关系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对啊大哥 你到底知道多少 这件事情没那么停的 那沈云生也不是一般的人 这件事情你们知道的越是越好 大哥 好了 我们去管 这件事就都没发生 以后谁也不许听 干爹 你想见我 找人通知医生就行了 这怎么还 我让你借进王胜利 就是为了拿下鼎盛传媒 你现在得罪了南兵 南兵把鼎盛传媒送给了鱼室 你还要干什么 干爹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已经想到办法 怎么通过瑜伽了 洛兵兰 洛兵兰 洛兵兰他是瑜伽的软肋 这次 这次也是他 从中破坏的机会 洛兵兰 处处坏我的好事 看来 该收点利息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记着 这可是最后一次 不要让我失望 请进 洛总 于总让人给您送过来的 放着吧 好嘞 洛总 这就是今晚 商会要穿的衣服 洛总 于总派人接您的车 已经到楼下了 嗯 知道了 让他等一会儿 换个衣服就下去 哎 好嘞 洛总 哎 我大哥呢 哦 于总有事 今天要接一个客户 去早过去 嗯 让我在这 接您过去 跟他会合 走吧 这里是洛川市 所有殖民企业的资料 你没事可以看一看 那人竟然说的是真的 我和颜佑 没有学员关系 洛小姐 我们到了 李四季 李四季 这哪儿啊 糟了 别来 刘小姐 呂元佑往目标方向去 来的好 省得再引头过 叫人在路上拿下他 大少爷 怎么才了 小姐呢 洛小姐说 她工作太累了 提前回去休息了 让我回来 跟陆总说一声 请左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可能真的太累 算了 请问您是余燕易先生吗 我说 这是有人给你的东西 糟了 糟了 是你旁外的东西 说 把小妹藏哪儿了 什么呀 我不知道 那天大小姐说 她有点累 就先回去了 我后面是真没接到的 还不承认 你信不信我立马 废了你 二字 角色 没 小爷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打死我 我真我不知道 没关系 慢慢想 我的刀法 比三天好 人身上哪里痛 又不致命的地方 我都知道 有的是时间听你说 二十二饶命 我只记得 是一个神秘人 神秘人 只要照着他的医子去做 他就可以帮我怀上 我未免所有的外战 所以 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啊 求求少爷们 求求少爷们 饶命啊 神秘人长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我真的 大哥 你到底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小梅到底被谁绑架了 大哥 如果你有猜测的话 咱们就赶紧报警吧 四弟的手机 现在也打不通了 我伯伯不能报一脚戏 每晚一分钟 小梅和四弟 就更加危险 现在只能希望 不是他 雷四季 为什么要背叛大哥 难道他要是柳如烟 他怎么会那么有能耐 收买大哥的四季 柳如烟 你为什么帮我来这儿 你给我吃了什么 当然是能让你快活的好东西了 你就等着好好享受吧 把人带进来 露宾兰 你也有今天放荡的时候啊 明天新闻一出 兄妹乱伦 保证精彩绝伦 敢跟我争 干爹最该气中的人 还得是我 竟然不是亲子关系 我从别的地方得到一条消息 骆冰兰的亲生父亲是 于正天 骆冰兰 你可命真好啊 我倒是有点嫉妒你了 不 从现在开始 我 就是你的坏运气 说 想本拿错了 什么 检测样本拿错了 结果是亲子关系 不行 来人 别来 毕兰 你怎么了 毕兰 怎么了 毕兰 毕兰 能静一点 毕兰 我带你回家 走 给我拿下 毕兰 起来 冰兰 冰兰 有 你去 他现在吃了药 很需要男人 冰兰 冰兰 吃点 鱼燕 幟 你不是很喜欢 骆冰兰吗 我今天就让你親眼看见 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放开他 不然弄死你 放开他 我不要 别放走 我给你们两个人买给人洗衣 怎么样 真的 十个亿 你能拿出来一个亿吗 还每个人十个亿 你们连快把他嘴堵上 别着急 不妨听听他怎么说 你们给柳如荫干活 最多也就拿几十万吧 如果帮我就不一样了 我们于是家产无数 只要你们放了他 马上给你们两个人每个人十个亿 你们少听他胡说 他就是个废物 别说二十亿 二十万可能都拿不出来吧 你们两个如何敢背叛我 我一定让你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反正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放在这儿了 你们两个人是每个人拿十个亿跑路 做那人上人 还是想继续做他任人拆遣的狗啊 你们自己选 钱 我们现在就要拿到 没问题 还有 今天的事 你不能追究我们任何责任 以后也不能找我们麻烦 你们说的条件我都答应了 你们是不是该拿出点诚意了 我他妈受够这窝闹气了 我一搬单车便宝马 妈的老子今天要搏把大的 你们可想清楚了 你们今天绑架一家妹妹 他那三个哥哥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给你们保证 我三个哥哥一定不会为难你们 我已经展现了我们的诚意了 你的呢 我这个兜里 有张卡 二十亿 你这张卡里有二十亿吗 不妨把我放开 我可以现场给你们赚钱 别耍小动作 不然弄死他 嗯 二十亿到赵 发财了 老子发财了 撑啊 好 别来 别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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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 我来晚了 快走 你先出去 冰岚 你冷静点好不好 知道我是谁吗 夏宥 昨晚 冷不冷 我知道昨晚你是在帮我 你不必往心里去的 你这是不想对我负责 不是 只是 但是我想对你负责 你这是漂白吗 只要你答应啊 就算是 我手机丢了 还没跟哥哥们报备呢 他们也该担心了 我准备 我昨晚已经报备过了 那 我们 说昨晚太晚了 带你住到酒店了 那就好 无论遇到什么 我都会在你身边 嗯 嗯 谢谢你 颜悠 欢迎小姐平安未来 小妹 是大哥用人不倒 害了你 大哥给你道歉 我们早该发现司机有问题的 他就不会有机会下手的 小妹 没事吧 都怪三哥 三哥本来要当你的保镖 没想到你是有事 大哥二哥三哥 你们不用跟我道歉 没事 都怪坏人太可恶了 利用了我对大哥的信任 小妹说的没错 嗯 对付恶人 就得以牙还牙 接下来 就交给哥哥们吧 我自己可以的 别动 对了 柳如烟怎么样 还没找到 你说他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 会不会是背后有什么人啊 放心吧 我已经动用了瑜伽的所有人们 跑不掉了 嗯 你先在家好好休息 什么都不要笑 一切都有我呢 嗯 暴子 这是他们从现场 抓回来的唯一一个活口 去看看他身上 有没有什么标记 是个太阳的标记 真是群光灰 沈医生 把人弄下 说 我的耐心有限 只给你一分钟死口 如果回答不出来 多一根手指 我问你啊 柳如烟跟群光灰 什么关系 跟沈医生 又是什么关系 动手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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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老板的跟女儿 跟女儿 那沈医生 创建群光灰是什么目的 这我真不知道 我就是个小喽啰 既然什么都不知道 废了吧 哎 哎 哎 大哥 我已经让人抓到活口 审问过了 这次冰蓝被绑 又是群光灰的手笔 群光灰 你确定是涛蒙 没错 柳如烟就是沈医生的 该女儿 他私底下 让他做过一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怀疑 冰蓝这几次被绑 都是他自话的 大哥 你究竟在担心什么 冰蓝这次被吓了 要差点呗 群光灰现在已经盯上了余事 我们不马上清楚 他们的话 他们 他们 大哥 如果你知道什么 说出来吧 好吧 去把老二老三都叫回来 哥 小妹 你怎么来了 我也是这个家里的一分子 我有权职的 也罢 但是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当年这个群光灰 你高额的利益 不诱饵 让人沉迷入 我 他们上瘾之后 就逼他们建想高额的赌阵 让他们不停的输 这些利息一般人根本还不起 这利息就像龙雪球一样越贵越多 最后这些人 只能被迫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的母亲 二十六年前 帮我从内影拿下余氏股份 否则我就把这份DNA检验报告 拿给余正渊看 让她知道 你给她戴了绿帽子 还给别的男生下了孩子 千万不要告诉正渊 求你饶了我 不久后 母亲因为抑郁症而死 父亲找到了证据 把那个人送到了监狱 但如今这个人已经出来了 还用公司洗白了自己的产业 沈医生 没错 那我跟老四 我俩谁不是我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没事 虽然咱不是同一个父亲 但好歹是同一个母亲 别再伤心 没错 从医学角度来讲 你我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 说正事 清光辉 早就看上了冰冷和余氏 我们必须马上清楚 如果 真跟沈医生有关系的话 你会不会大一面情啊 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什么亲人 何来的大一面情 好呀 那我们兄弟四人 共进退 好 好 大哥 还有我呢 好 那我们兄妹五人 共进退 我让你去绑架洛冰兰 来换余氏的百亿赎金 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 给洛冰兰下什么药 还引来了余烟药 你一公子会有好事 好 怎么办 干爹 我求你 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这一次 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了 我给过你机会 但是我说过 是最后一次 你没有把握住 你现在是一个废妻子 我还要你何用 不是 不是 大爹 求你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大爹 过两天是小妹的生日 这是她加入咱们家的第一个生日 我打算好好给她办一下 对了 先不要告诉她 我想给她个惊喜 小妹最近受了太多委屈了 这段时间 我一定好好给她找一些好玩的 让她好好开心开心 是吧 老子 啊 啊 啊 帮我给冰兰 用钻石打造一顶王冠 一定要给冰兰 过一个最难忘的生日 来 够了够了 吃不下了 不够 怎么看都不够 对了 我跟你说个正事 柳如烟找到了吗 柳如烟 嗯 她住的地方好几天都没人了 之前 警察赶到的时候 她已经不在了 会不会是 呗 很有可能 颜佑哥哥 好巧啊 你也在这儿 我是听说你回来 特意回来看你的 哎 这不是你妹妹吗 哦 洛小姐你好 我是赵若若 是颜佑哥哥的青梅竹马 原来是四哥的青梅竹马呀 你好 赵小姐 颜佑哥哥 颜佑哥哥呢 他小时候很调皮 有一次受伤了 还是我把他背回来的呢 他还说 长大以后要娶我的 只是我出国深造 他没有机会兑现承诺 颜佑哥哥 我现在回来了 赵小姐 你赵家好像是 躲避外寨才跑到国外的吧 颜佑哥哥 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就这样对我 我要伤心了 赵小姐 那你在这儿慢慢伤心吧 我先去上班了 冰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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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解释吗 我对你青梅竹马的故事 不感兴趣 还有工作要处理 你 你吃醋了 我吃什么醋 我真的有工作要处理 冰岚 等等 我跟那赵若若真的没什么 就是小时候玩的一个 过家家的游戏而已啊 余颜佑 你真的不用跟我解释这些 我们 就当是个意外 我现在只想尽快查出真相 给我的舅舅 妈妈 还有父亲 报仇 他们俩已经分开了 骆兵兰自己走了 余先生 有人想见你 什么人 兵兰呢 我发现 骆兵兰这三个字 就是你的软肋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把它怎么样的 至少目前为止 但前提是 你 要乖乖跟我合作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动他 一根手指头 我不让你去 年轻人火气不要那么大 来坐 先谈谈合作的事 我问你 兵兰呢 来 请洛小姐 兵兰 你没事吧 你这么大费周章 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嗯 我知道 你的网络追踪技术 本部的那儿 我想让你 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南兵集团老板 始终没有人见过 你帮我查查 这个人是谁 这么高难度的事情 你未免太看得起我了吧 南兵集团的神秘老板 到现在都没有泄露过一丝信息 你凭什么觉得我能找到 看来 你是不肯帮我了 放开我 等等 只要你不伤害他 并且保证我跟他随时在一起 我可以帮你 嗯 你又没有受伤啊 怎么样 没事 我又连累你了 你的手机给我 手机好像要解锁密码 不知道现在手机都顺便不解锁 哦 果然是高手 别这么说 我说过 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 你是我爱的人 我们处在监视中 嗯 我会带你出去的 毕拉 小心 大哥 我和兵兰出车几天 你和哥哥们说一下 让他们不要担心 怎么这个时候出车啊 还两个人一起 什么情况 嗯 反应很快 你应该怎么做 不用我教了吧 大哥 哎 你又啊 你们干嘛呢 小妹 元毅哥哥 我们还有事 过两天再回来 哼 小妹从来没有叫过我爷 一哥哥 开始吧 很快就能找到证据 帮父亲和兵兰家人报仇 我母亲和舅舅一家 是不是他们干的 那干爹的车祸也是他们做的 不行了 我不会做苦他们的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闲门了 洛小姐的手机也关机了 他们俩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老板从来不会失联的 坏了 真舒适啊 怎么样 进度如何 有一些发现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 找到南兵幕后复材人 应该就在这几个地方 好 我马上派人去验证 等等 如果我真的做到了 放我们离开 好 只要你帮我查到 这个南兵的秘密老板 来 干爹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吧 六如烟 陆冰兰 云烟药 我有今天 全部拜你们所赐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干爹 我求你放了我 我把他交给你们两个了 也算是一件 沈医生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这么对我 你可老婆死的 你可老婆死的 六如烟 我母亲去世和舅舅一家车户 是不是你干的 你罢了我 我就告诉你 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跟我谈判吗 好啊 那你杀了我呀 杀了我 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真相 你 我 我只悔改 我的这个下场 你就有自取 我就有自取 罗宾兰兰 我只是出身不如你 没有你命好而已 柳如烟 你自私虚荣 回答目的不择手段 你岂是出身不如你 罗宾兰兰 你出身好又能怎么样 什么千金小姐 豪门贵妇 我都是我的手下败将了 你不是想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吗 好啊 我告诉你 是我 亲手换了你妈心脏病的药 你 他病发的时候 药子可难看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哦对 还有你舅舅 亲爹 于正渊 也是我杀的 我特地安排一辆大货车 撞了他们 他们躺在地上的样子 那样子 你别听多惨了 哈哈哈哈 柳如烟 我来 这样 我不像传为他的样子 沈总 嗯 过两天是冰兰的生日 三位哥哥也准备了宴会 这主角要是不到的话 恐怕不联系了 想要参加 也不是不可以 现在 于氏集团正在参与南宾一个大项目的竞标 帮我搞到于氏集团的投标书 看来于总是忘了 此时此刻 你跟洛冰兰小姐的处境 我答应你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 嗯 不再伤害于家 可以 于云游 你怎么可以答应他背叛于家 什么都没有你重要 米拉 我需要手机 手机 做什么 沈总您不是要投标书吗 嗯 嗯 于总 嗯 哼 喂 喂大哥 是我 听说我们于是要参加南宾的竞标是吧 我想看看投标书 你要这个干嘛 小妹想看看学习 大哥 你找人来拿吧 好 我现在让人过来拿 你可以找人去拿了 于云游 你太让我失望了 冰兰 再大的项目也没有你重要 我相信坏了大哥他也会这么做的 怎么能相信沈银生这种人啊 你要相信我 再多的钱也没有你重要 多的是挣钱的机会 你知道吗 老板 标书拿到 嗯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哈哈哈哈 准备一下 过两天 我们要送给于总一份大礼 哈哈哈哈 嗯 怎么了 于总 白跑了一趟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沈氏集团赢得了这次竞标 南兵集团接下来 几百个亿的项目 都将跟我合作 这怎么可能 南兵明明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可能是因为我们给的条件更优厚 哈哈 哦 对了 这可要感谢你的亲弟弟 于言又 嗯 于约市的竞标书 于言又 给我现在就把于言又的银行卡动紧了 另外 都要放出消息 就说他跟父亲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取消参计程局 以后他做的任何事 都跟于事无关 好了 吕董 哎呀 我得抓紧时间赶回去 上来跟南兵集团合作的事 时间紧得很呢 那 就先告辞 大哥 你跟老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怎么会闹成这样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他整天游手耗闲 带着小妹不回家也就算了 现在还拿着我们的竞标书 直接给了审视 你说这是误会 什么 不能 老四不是这种人 你别忘了 他跟沈一生才是亲父子 做出这种事已不奇怪 反正我不相信老四是这种人 你等我把他找回来 当面对着 疯了吗 大哥 你要是再跟他来往 我只能把他从于家出名了 我 老三 在公司里吵吵闹闹的 像什么样子 可是大哥要把老四 他们俩现在 走吧 大哥已经够心烦了 你就别添乱了 大哥 老四不可能是这种人 大哥 放开 你 沈总 找我们有事吗 来了 看看这个吧 于炎一 已经向所有人宣布 你不是于政院的亲生儿子 并且取消掉你 所有的资格 大哥这么狠 怎么可能 大哥怎么可能这么狠心 很快 你就会被从于家赶出去了 是时候考虑一下 你的将来 我是父亲认定的儿子 家产也有我一份 我的那份必须拿我 要想拿回于家的家产 其实有办法 我能帮你 怎么帮 盐佑 盐佑 你不可以做伤害大哥的事情 不可以 现在可以说了吧 孩子 其实 我才是你的今生风险 什么 大哥 老三已经回去了 以后的沈医生信任 一千元计划进行 哎 真是苦了盐佑和小梅 啊 对了大哥 上次沈医生的手下 找小赵拿金标书 我们的人跟着 摸到了他们的位置 这是汇制出来的地方 好 这一定就是全光辉的老巢了 现在我们就能掌握 沈医生的证据 然后咱们能一往大进了 嗯 怎么会 这怎么可能 当初 我跟你母亲真心相爱 但那时候家里很穷 于正元 从中作梗 掌握着她的势力 强取了你的母亲 但婚后对她并不好 我跟你母亲 在一个偶然的时间相约 旧情重燃 就喝了点酒 然后 然后就有了 嗯 可我当时真不知道 你母亲怀孕了 知道我遇见你 不知道为什么 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好像看到了我当时 年轻时候的影子 这就告诉我 这就是我的骨肉 没想到 你真是我的孩子 父亲 从小到大 爸没陪在你身边 受委屈了 父亲 你竟然真的是 我的父亲 现在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孩子 我们可以强强联手 以你的才华 和我的势力 我们绝对可以 傲视群凶 我以为你母亲 终身委屈 也没有其他孩子 我百年之后 你就是我唯一的继承人 父亲 你接下来想怎么做 我帮你 拿回鱼室集团 我都想好了 你 先在黑金 于是的网络内部 掌握他们的核心基础 顺便 拉拢那些董事 让他们站在你这边 我会想办法 被于是集团 造舆论 让他们股票大跌 到时候 我们里应外合 一并说服于是 可是大哥 嗯 可是 于燕翼 他现在特别不看好我 这样 你就在 骆兵兰小姐 庆生宴会上 跟他们提出 你说 我要进于是学习 咱们当着 种多兵客的面 他不会拒绝 肯定会答应 好 大张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儿子 他俩大干一场 嗯 好 儿子 爸爸这样做 也是为你好了 知道的越少 你们越安全 一切 等事成之后再说 明白 你们在这下车 记住爸的话 我还没有见过 把顺子带上 随时跟我保持联合 好 好 你还来这儿干什么 果然不是一个父亲生的 就是不一样 小美 知人知面不知心 大哥 二哥 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也又 他也不是故意的 老四 老四 你是不是有什么恐伤 我不相信你是这种人 老四 你说话呀 脱去描述的事 不是你做的对吧 啊 是我做的 老三 老三 回来 回来 回来啊 看到了吧 他就是这种吃里扒外 恭喜 算了 今天小美生日 先不给他计较 小美 快去换衣服吧 一会儿贵宾就到了 看来瑜伽人真的跟女人有脑袋 上人快乐 谢谢 只不用嘴说嘛 你连买树花的钱都没有我 他现在已经不是瑜伽的四少爷了 当然是没钱乱过 大哥 你在瑜伽的时候有手好心 离开瑜伽果然什么都不是 这也是我今天来这儿想说的事 我知道错了 我离不开瑜伽 希望大哥 能看在二十多年的情分上 给我一口饭吃 大哥 老四竟然有意回改 给他一次机会 你这么多年从来没踏入过社会 万一搞砸了 我的意思就是 在几家公司 随便找个职位打下手 向他们慢慢学习 人家都那么可怜了 余总 毕竟那么多年兄弟了 就赏人家一碗饭吃吧 就是 一个大男人都拉下脸来求你了 也不容易 好 既然小妹已经开口了 看在我们曾经是兄弟一场的份上 我给你个机会 明天来御师上班 谢谢大哥 喂 老板 你先按计划顺利进行 袁又 救他了 继续干活 赶快把它办 刚刚把两包东西就立成这样 真是秀化症 中开不中用 哦 二 没错 鸳眼药 今天数据发传单 发布完别回来 看看 你好 你好 嗯 近日 鱼氏集团产品接连报认 多加合作公司选择撤资 鱼氏股票跌跌 面临扩产 通知下去 正式开启收购鱼氏计划 喂 是我 天佑 我送你的几个大单 已经让你爬到总经理的位置上 什么时候能拿到鱼氏的核心技术 已经拿到了 是时候该是我了 鱼氏集团很快就是我的了 你更没想到吧 你养育了二十几年的孩子 是我的亲骨肉 人家亲手封上了 你的毕生心血 行 冷叫 你敢看我 来人 来人 快快快 拿刀 拿刀 赶紧销毁 赶紧销毁 沈阴盛 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在那个U盘上 做了一个逆向的扫描程序 只要五秒钟 它的所有电脑文件 都会出现在这 现在整个群光会 所有人员的构成 包括沈银生的犯罪证据 都在这了 太好了 沈氏集团总裁沈银生 在企业经营期间 用扣坏对手公司名誉的方式 谋取私利 强迫交易 其所创立的黑恶组织 群光会 不仅借高利贷的名义 大肆敛财 还犯下多起命案 目前沈银生已获罪入狱 名下所有的财产将被充公 群光会其他成员 已被警方一网打尽 终于不用再演戏了 什么演戏啊 就我一个人忙在工作 害我担心死了 三哥 不要生气了 还不是因为你太厉害了 万一你要是把那个人 一下干掉了 我们还怎么收集证据 把那个沈银生 连根拔起啊 是吗 我这么厉害了 老四 你还有什么瞒着我们的 其实那个 南兵集团是我创办的 什么 你是南兵集团的老板 乔先生呢 他是我的助理 好啊 你竟然骗我这么久 你还傲什么是骗我的 你把南兵的名字倒过来念 冰冷 原来老四早就对小妹有意思了 这什么意思 这事跟小妹有什么关系 冰冷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冰冷 不行 我不送给你 老四 别闹 这不合理啊 你跟小妹有血缘关系啊 从医学角度来讲 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亲兄妹 什么意思 我跟老四有血缘关系 我跟小妹也有血缘关系 你猜他们二哥 找人给三哥看看DNA 他好像不是我们的兄弟 哈哈哈哈 啊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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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听我的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啊 请慢点赞订阅